王崔 闻人以雄兵之旅 北惧燕山 自前朝起 百年来强度黄河 一溃淮水 将军 爹 吃点东西吧 教我什么怎么样 都睡下了 儿子已经安排好了巡逻兵 爹请放心 爹 您在写什么 现在光鲜这么暗 您眼睛又不好 还是早点休息吧 坐下 爹诸寿北京十余载 累积了不少应敌之策 如今爹老了 不早日记下这些心得 怕王后难以记起 爹在想这些心得 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将士们所用 也是为大宋效力啊 爹得心思高远 是大宋将士之福 得心 knocked 谢谢师姐 净凌王 这副金丝软甲 是高祖皇帝赐予我的 今日我将它送给你 多谢殿下 丽妃 你保护好自己 也保护好四哥 健康交给我 我筹缩好军粮 协助各位凯旋而归 好 你放心 霍大哥 我会保护好静雷娃的 子欣姐姐 子欣姐姐 空城 李哥 你大哥一直都说我是规格之秀 但其实我起码跟射箭都不在话下 走 咱们去给他一个惊喜 驾 那我们也该上路了 好 告辞 告辞 驾 殿下 该走了 殿下 走 好 又是一坛家娘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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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我这武林春桃花香气 射人魂魄 如果洞藏个一年半载 这就是举世难出的珍品 好 真好啊 是 是小姐 小姐走了 什么 爹 女儿去北京了 女儿从小便钦佩珊场英雄 也想像哥哥们一样保静安眠 别担心女儿 沈志一定会保护好女儿的 女儿不孝 又要令爹担忧了 他日归来 再向爹赔罪 背马 老爷 现在追恐怕来不及了 时也命与孕业 何以至此啊 何以至此 四位将军请 这是何意啊 陆中虎请留步 蓬城王下令军役 没错 蓬城王确有过命令 但 蓬城王未下令 让陆中虎 参与军役 蓬城王有令 卫军南下 军情紧急 命中虎陆远 都离城中留民 若无命令 不得擅自出入 马头大营 陆中虎 请发 朕尔 这一月 是 在这一月 有什么事 你也不得行 他也不得行 是 你也不得行 东边水陆船只 近日有所增加 一事运送粮草 西边陆路 也陆续有卫军兵力并入 明早 你们去阻断卫军 各处的粮草与兵力 扰乱他们的部署 兵命 下去准备吧 是 殿下 现在卫军兵力不足 我们为何不能主动出击 等援军抵达 再动不吃 援军 沈将军已在路上 不日便可抵达敌后 殿下英明 我堂堂忠护 竟然安排我去堪府流民 打仗怎么少得了忠护 他明白着是要架空 我在军中的权力 他在防着我 我担心忠护在军中 没有办点兵权 以后不好行事 我岂会坐以待毙 让你集结的那些 就不如何了 密令早已发出 近日 已陆续抵达码头周边埋伏 随时待命 刘义康 我跟你的仗 才刚刚开始 太妃聪聪聪召见 不知所为何事啊 这茶不错啊 我记得是王妃送的吧 是 王妃有心呀 不愧是名门望族 叫道出来的女子 太妃谬赞 过来坐 谢太妃 听闻今日朝议 为了征兵的事 靖灵王又和你们起了争执 靖灵王忧心北境 心急征兵 也在情理之中啊 但是现在各郡 情况复杂 氏族们也是有苦难言哪 不过还请太妃放心 下官回去定当催促氏族 轩儿啊到底是年轻 难免有些事情考虑不周 还望忠书令多担待 在大臣们面前 为轩儿多说说话 至于这招兵之事啊 我一个妇人 怎好智慧 忠书令为氏族筹谋 自毁思虑周全 太妃所言极事啊 哎呀 说到底呀 轩儿和大臣们都是为了北境之战 也是为了江泰民安 但是你们也要相信啊 有蓬城王亲征 何愁那些隋远君不能军心振奋 以一抵百啊 那些临时招募的布曲 怎么能抵得上那些隋远君呀 轩儿啊 也是关心则乱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劝劝禁令王 大家一条心 那才是正理 太妃如此深明 是我等之幸啊 是 紫禁姐姐 喝点水吧 累了吧 不累 我一想到啊 马上见到你大哥 我就一点都不累了 我大哥要是知道了 布置该多高兴呢 你也一定想见彭承王吧 想见 却又不敢见 想是因为想待在他身边 一直陪伴他 照顾他 不敢见 说不清楚 我第一次见你这个表情 你这是害羞 谁害羞了 姐姐 你别乱说 师姐 就是害羞了 谁害羞了 谁拎给我 凤年无季 不要 叹阳小学会死的 姑娘 姑娘 你醒了 我在哪里啊 我死了吗 你从悬崖上掉下来 被树拦了一下 是我家那口子救了你 这姑娘怕是被吓着了 你好好休息啊 我 我没死 我竟然没死 老天爷流落一灭 沈丽阁 尽量的其他 让你们自查 百般拖延 地方官清查 瞒报 遮掩 这群士族 根本就是在故意抵抗 殿下 那现在该如何 我命你二人 亲自带兵 前往江东各地 清查士族周园 还有 搜查周围所有的山林 一旦发现私藏兵护者 立刻抓入庭位 是 敬酒不吃 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 盈儿 陆忠护真是大善人 真乖啊 是啊 陆忠护真是大善人 对我们可真好 对 就是大忠护大善人 陆远每日都在干什么 来 忠儿 每日除了来这里 对百姓们寻寒温暖 都是在营中练武 其他并无一样 谢谢 谢谢 叔叔 今天的姜汤 比昨天的好喝 哎呀 彭儿真乖呀 明天再做给你喝 嗯 去吧 好 够了 谢谢 庄模作样 谢谢 怎可能短短几日 就改了本性 见过殿下 谢谢 殿下 这是刚刚煮好的姜汤 您尝尝 泄露忠何好意 殿下一块再用 谢谢 殿下 近日从各地涌入码头的流民增多 谢谢 粮草消耗加快 下官担心长此以往 所剩粮草 谢谢 不足以供给军中所需了 供应军需虽然重要 但百姓深受战事之苦 亦不可可待 粮草之事本王会负责解决的 是 陆中护乐善助人 照顾其百姓来 有模有样 看来这份差事十分适合你呀 能为殿下分忧 是下官的荣幸 参见蓬城王 有信 好 那下官去照顾百姓了 辛苦陆中胡了 黎哥 他醒了 终于醒了 终于醒了 你也辛苦了 谢谢 我代表我们所有百姓 感谢您 是我该做的 四哥 我已在赶往马头途中 等着我 我们走 我们走 是一匹马队 在这儿 用马队运货的 不是我们宋军 那只能是魏军了 车轮印很深 他们运的 不是兵器就是粮 这里离码头很近 需要这么谨慎运粮和兵器的 只能是畏惧 你又想干吗 劫 什么人 还不肯看 赶走军爷的盗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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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的儿郎们 敌人打到了我们的家园 来到我们城下 我们绝不允许他侵犯 拿出你们的勇气和力量 去给敌人致命一击 本王会与你们并肩战斗 紅城王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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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军将士听令 即刻出发 此战大宋必胜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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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Nargo 朱春王卫 來 有 滚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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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 杀 此战必胜 必胜 必胜 弓箭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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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是沈提张 杀 将士们 驱逐大敌就在今日 不胜不归 冲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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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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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上京章突袭我军后裔 我军部阵已破 死伤惨重 现在怎么办 别搞了 将军 不可恋战啊 撤 撤 快撤 撤 撤 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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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扛 你这个奸诈小人 沈厅正到了北京 你们都不知道吗 报 将军 说 凉 凉被劫了 什么 凉被劫了 是 夜密监是码头城 想办法弄清城内的情况 一旦时机成熟 即刻攻城 是 快看 是豹中王回来了 豹中王回来了 豹中王回来了 好 豹中王 好 豹中王 好 豹中王 好 好 好 下官邪码头百姓 在此等候殿下 恭贺殿下 首战告解 恭贺殿下 首战告解 恭贺殿下 首战告解 恭贺殿下 恭贺殿下 首战告解 恭贺殿下 首战告解 首战告解 将士们 众乡亲 你们都是大宋的骄傲 没有你们 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此战我们联合沈将军 奋勇杀敌 大错卫军 接下来我们还会磨马力兵 勇往直前 大宋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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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我们举杯共饮 庆祝此战大获全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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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妃的心 来 来 来 看看 女中豪杰 找到了士族藏匿的兵户 并将他们代至北境 厉害 真是厉害呀 这和那些自私自利的士族高门比起来 离非此举 真是卫邦卫民 定能大大增实彭城王啊 这卫军兵力雄厚 再加上两军军力悬殊 这征兵一事还得继续啊 继续 还得继续 正好借这次征兵的机会 扩大清理户籍的范围啊 殿下 这些年士族战神战民 仅仅清理兵户也就算了 这若是大范围的清理户籍 怕是会动了他们的根本哪 那四哥在北境身先士族 本王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那在这儿健康 本王一定要为他打个先锋 殿下 北境军报 北境军报 好 四哥大错被军 四哥大错被军 好啊 好 好 太妃 让你出去办个事 连个信都不烧回来 人影都没了 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说 你这些天都干什么去了 太妃恕罪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昏迷了几日 这一醒来 就集盟回来 给太妃复命了 只是让你去盯着殿下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我跟着殿下 去到了一个医馆 没想到 竟然在那里发现了梨妃 他没死 所有人都被他骗了 没死 怎么会 千真万确 禁灵王从府里取的那些药 正是拿给梨妃的 我被他们发现 便遭到了追杀 师族掉入了悬崖 好 怪不得那么巧 在刑场上突然地暴毙 还不让验尸急着去下葬 我当时就觉得蹊跷 不对 萧儿她一个人 绝不会有这样的主意 一定是与蓬城王临手 太妃的意思是 蓬城王在行刑之前 就已经醒了 极有可能 看来蓬城王 真的是很重视 沈家和这个梨妃 薛儿这个傻孩子 什么事都为他死隔折到 太妃 此事是勒卿办事不力 我愿意继续追查梨妃 你这个样子如何追查呀 还是先回去养伤 我自有安排 还不赶快退下 是 传信陆仲虎 告诉她梨妃没死 沈家以全身而退 是 还有 谢昊已慢慢考虑 是 你 沈黎哥你果然没死 沈亭章现身战场 突袭卫军 刘义康啊 你计划的真是滴水不漏 一出好戏 骗尽了所有人 沈黎哥不再健康 他定来码头 当务之急 是要把这些绊脚石都处理干净 侠盗 是来码头的隐秘之路 他们若不想被卫军发现 必走此路 你立刻带人在此设服 是 大家快点 快到了 大家快点 大家注意啊 前面是悬崖 快快 快 快快 我看这条路异常凶险 要不然我们列行他路怎么样 我们人多 目标大 若是走大路的话 极有可能被卫军发现 这条路虽然凶险 但是十分隐蔽 好 大家注意安全啊 好 兄弟们 我们很快就要到码头城了 也很快会与大军会合 好 好 大家再加把劲啊 好 走 来 殿下 万景圣近几日一直寸缩不前 在暗中休养兵力 不能给他养精蓄锐的机会 沈将军已经再次潜于卫军后方 这正是我军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只待殿下一声令下 就能再次发起合围 这一次 我们定要一战而胜 生擒万景圣 传令下去 集结大军 备战 礼 殿下 城外二十里 发现卫军 有多少人 小部分 但是 有一队大宋百姓 可能会有危险 城外怎么会有百姓 就是啊 要过墙了 大家小心一点 大家一个一个来 注意安全 慢点 慢点 小心凉车 慢点 慢点 小心啊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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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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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停车 停车 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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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既然都来了 那就送你们一起上路 走 小心 走 四哥 四哥 撤 走 我的李哥回来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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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彭尘王是我师姐夫 是吧 师姐夫 这些都是我带来的兵户 他们都是大宋的好男儿 自愿支援码头 为大宋效力 好 不愧是我的侠女 殿下 这里怕不安全 我怕还有卫军的伏击 各位 不如我们先追彭尘王去码头吧 是 四哥 四哥 你刚才说 要从建康调兵 恐怕需要数日 为何不让枫儿直接率兵支援 这是枫儿所在的庞城 这是我们的码头 难免是蓄移 重镇粮仓 任何一方尸首 魏军都可以沿着河道南下 只取蓄移 枫儿的任务 同样坚决 原来如此 武女 杀手 沈家大小姐 彭尘王侧妃 本以为可以除掉沈家 可没想到 在刑场上又被她戏弄了一把 这个女人不简单哪 这沈氏一家 对蓬城王忠心耿耿 沈廷章不惜假意 舍弃官职告老还乡 也要驻蓬城王北京之战 沈家不出 忠无大严难成 那就让他们一家人 葬身在这北京的黄土之上 于你 到过这一刻的生死 决城而去 等遇情侠序 再回忆 在你